那运算符这块呢 最后一个 这也是最常用的一个啊 它呢 是一个重点的 也是其他的编程语言里面 没有的一个特点 其他里面呢 其他的编程里面呢 可能会通过一些方法呀 来去实现这个功能 但是在销子里面呢 它是通过运算符来实现的 我们称之为叫文件测试运算符 文件测试运算符呢 主要是用于检测 Ninux或说Unix系统里面的 文件的各种属性 那这里面呢 有哪些属性呢 给大家列了一下 第一个呢 叫杠币 杠币印算符 杠币印算符呢 它的语法是杠币 后面加上文件的路径 适用于检测文件 是不是快设备文件 我们说Ninux一切接文件嘛 那么快设备 像U盘呢 光盘呢 它就属于快装设备 所以呢 我们去判断一下 它是不是快装设备 这个东西呢 知道有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如果是则反归处 一般不常用 所以这个你可以不用记 第二个 检测文件 是不是字符设备 这个用的比快装设备更少 这个也不用记 第三个 检测文件 是不是一个目录 那不好意思 这个要记啊 这个要记 杠币需要记一下啊 杠币 币directory嘛 刚好记吧 咱前面有哪个地方 有个D来着 文件类型那个地方 是吧 前面有个D开头的啊 所以这个需要记 杠D 这个也很好记啊 杠F 这个也很好记 也必须要记 判断一个文件 是不是文件类型啊 这个也需要去记 杠F嘛 这个应该也见过啊 然后检测文件 是不是设置了SGID 这个不需要记 是否设置了粘贴 粘着位 这个也不需要去记 这个是啥 提一下啊 和SGID和SUID 以及S TIC BIT 这三个 其实是放在一起的 我们权限呢 之前跟大家说 咱权限不是三位数字吗 是吧 可以是三位数字 是吧 其实权限真正是四位数字 权限真正是四位数字 对 之前给大家看的那个S S和T 那个呢 就属于粘着位 那个就属于粘着位 所以这三个的话 主要是来检查 是否有设置粘着位啊 这个不用管它 你办的 你也不用管它 检测文件 是否有名管道 这个也不用管 也不需要去记 是否可读 这个需要啊 检测文件 是否可读 是否可写 这都是兄弟的啊 是否可执行 LL是可以得到 但是我们现在是讲的是 需要脚本 LL你是人看的 脚本怎么知道呀 所以脚本需要去记 这个也需要去记 RWX好记吧 判断文件内容 是不是为空 大小文件呢 是不是为空 主要是文件大小 是不是大于零 不为空则返回处 这个的话 它属于一个中间范围 你说它重要吧 它也重要 说它不重要吧 它也能说不重要啊 所以这个呢 咱就换个颜色 就当它需要去记吧 如果说你想去记 你把它也记着 检测文件 或者说目录 是否存在 这个也需要去记 这个还用的比较多 这个用的还比较多啊 一般用来干嘛的呢 就是说 如果呢 咱们前面不有个例子 中创建一个文件吗 但是那假如这个文件 它本身已经存在了呢 所以咱理想状态的话 应该是 先通过刚义去判断 它存不存在 那如果它存在了 我就给用户提示 你输的这个文件 这已经存在了 那如果不存在呢 else一下 然后呢 macdia 或者说touch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其实这个呢 应该是把我们早上的 那个用户输入这个地方 可以把这个案例 再去丰富一下 用户输入这个路径 我先去通过 -f 不是-f 那个叫-e 去查看一下 看它在不在 那如果在了 我告诉用户 哎 存在了 那如果不在 怎么加-e 发用嘛 这不是个条件 表达是吗 对对对对 那路径不是用户输进来的吗 所以能改吧 没问题啊 行 那这是这几个常用的 那这块呢 我们把这个带绿色的这些呢 待会咱通过案例啊 来测试一下看看 绿色的 其他这些没有颜色的 和这个标红的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啊 可以自己去网上 找一下相关的资料 当然我也知道 大家是没兴趣啊 测试按上述 标绿色的啊 效果 现在的话 我们先来准备一个文件啊 先来准备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这里面绿色的指令呢 好多其实都是用来去判断 那个呃 是不是目录 是不是文件呢 或者说是不是这个呃 读写权限呢 这些操作是吧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准备两个东西 准备一个目录 准备一个文件 因为它这边有判断文件的 有判断目的嘛 准备两个啊 嗯 呃准备两个来操作一下 我们先来新建一个 看这里面有没有啊 有现成用现成的也行 呃 这一块的话 我就用这个ss.txt吧 文件就选用它 文件夹呢 就这个 AA啊 就这个AA 或者用一很牛叉都行 啊 选一个吧 都行 嗯 这样 那么现在的话 VMI VM一下 test 13了啊 点sh 然后呢 第一步 探号 并 bass bass 然后前面呢 我来先把要用的东西先定义一下啊 定义文件或者说文件夹的路径啊 我们就通过边浪给它定一下 呃文件呢 我们叫file 文件叫file啊 file 或者说file pass也行啊 就发pass吧 嗯 发pass 等于啊 等于这块的话 我们通过 一个路径 给它指定一下 应该是 root下面呢 刚才叫 AA 还是ss 啊 ss s s.txt txt 然后呢 还有一个目录 dir path dir path 啊 dir path 等于 目录的话 应该是 root 下面就写一个 o 用这个吧 粘过来啊 粘过来 行了啊 啊 就是后面这个杠的话 你加不加都行啊 这个看我们自己的啊 行 定义好 定义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看它第一个 让我们干嘛 第一个呢 叫杠地 判断文件 是否是目录 判断文件 是否是目录 如果是 则返回处 啊 第一个 判断 哎 是否 是 目录 啊 判断文件 是不是目录 那其实我们第二个根本就不需要去定义了啊 对 判断如果 如果不是就反过一个false不行了吗 所以第二可以不定义啊 那这个就不用了吧 咱后面基本上都是针对文件操作的啊 哎 行 if 然后称呼号 它的选项呢 目录叫directory 叫杠地 然后后面加上 dora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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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h file path 那如果说它是目录的话 这里面它才会去 1234 输出一个 真是吧 所以这里面给一个 tru 是目录啊 然后呢 咱换中文吧 这不换这个这个啊 哎 它呢 是目录 要不然待会全是错了false 根本就看不清啥意思 啊 是目录 然后 else i 靠一个 哎 不是目录 那不是目录就是 是文件 那就不是目录吧 fi 先走一下啊 呃 chmod 加上x 然后叫test13.sh 最后的话 来执行test13.sh 对不对 对吧啊 对 那就ok 那对这个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这块呢 给它copy一下 这边呢 就从这块开始啊 123 1234 应该八行啊 8YY 我想把那个 控行给它带出来啊 八行 像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叫做 杠F 判断一个文件 是不是普通文件 就是不是目录 也不是设备文件 比如说 像这个光盘呢 U盘呢啊 那这个呢 使用的是 杠F 杠F的话 那如果它是微真的话 它应该是 普通文件啊 给它加普通文件 是否是 普通文件 那下面这个呢 就不是 普通文件 好 这是这个 到这条件了 然后 再暂贴 下面的操作 读写执行权限 是吧 读写执行执行权限 如果有 就是处 行 这一块的话 是否是 是否 具有 可读 权限 那么可读权限 读叫 red 也就是 二 所以这边呢 就写一个 可读 否则 否则 走下面 不可读 好 这个搞定 然后再粘贴一次 是否 是否可写 是否可写 那么可写的话 写叫write write这个地方改成 w w 这地方的话就改成 可写 然后下面就改成 不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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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一个 再粘贴一下 是否是 可 执行 可执行 执行是 x x 这个和权限那块是一样的 所以好记 这边呢 来个可 执行 后面来个不可执行 嗯 然后再看看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呃 杠义 是不是存在 是吧 那再粘贴一下 判断 是否 是否 存在 哎 存在 存在呢 它的一个选项叫 杠义 杠义 然后的话 那如果 它为真 那就存 在 哎 否则就 不存在 啊 OK啊 退出来 执行 是不是目录 不是目录 是不是普通文件 是普通文件 可读可写 没问题 能不能执行 我们往上翻翻啊 不能执行吧 谁执行这个脚本 他就判断谁 那能不能执行 不能执行吧 没有问题啊 然后 存在 存在 因为我们选的就是个存在文件嘛 啊 所以呢 啊 也是 可以的啊 嗯 那这样吧 咱们把这个权限给它改一下啊 把那个 ss.tags给它改一下 chmod 然后呢 呃 a的话 就是所有者那块啊 我们不用不用a啊 用a的话就没什么意义了 呃 我把这个 u不动它 u不给它执行权限 g呢 加x 呃 然后 u的话 也加x 这时候咱再来看一下这个权限什么啊 表演 他是没有啊 嗯 那咱来验证一下刚才说法对不对啊 哎 可执行 那看刚才咱那个说法有问题啊 他应该是 但凡是绿色的 就是只要有一个执行权限 他应该就可以执行了 超级用户就可以 超级用户 那我之前不是不可执行吗 刚才是不可执行的呀 啊 跟入它没有关系啊 所以应该还是跟这个权限里面这个字符有关系 那我们把这个字符再给它改一下 g减去个x 然后 g减去个x啊 然后呢 这一块呢 u我就不加了 因为u本人已经有x了 是吧 再看一下 现在呢 这个地方 是不是只有其他人有这个资金权限大 哎 他输出的 还是可执行 所以应该是只要有一个x 他应该就认为可执行了 不管是谁啊 不管是谁 所以读写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 读写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只要有一个可读了 那就是可读 只要有一个可写 那就是可写了 他应该是不区分用户的 你如果觉得没有用的话 那就可以不用记了 如果你觉得没有用的话 就可以不用记了啊 注意这个权限 几个判断啊 如果只有一个部分符合 那么则认为 认为是有权限的 其实也就是 这三个关系 它并不是暗的关系 它应该是啊 或关系 就是有一个为真 那就是为真了 三个部分 只要有一个就是为真 就为真了啊 那到这个地方为止的话 那现在呢 大家呢 待会儿给大家留个作业 这个作业呢 就是我们呢 现在已经使用了这个会用的杠益了 是吧 使用杠益 这个运算符 改写哪一个案例呢 是1.4啊 改写1.4 就是1.4里面的那个叫 接收用户输入的 输入的这个案例啊 接收用户输入的案例 在创建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先去判断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 如果存在 则提示 用户并且不执行创建操作 因为创建没有意义了 如果不存在 则创建 这是这个作业啊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 Grammy 不 那 他们 感谢观看